第2029集 龙马 黄金 狮子 九尾 恶龙 天蝎 黑熊 圣人等一拥而上 将那数条千丈长的手臂给包围了 当年这个古老的躯体被人分尸 一剑劈掉了这条臂膀 端口平整 而今竟然还有丝丝缕缕的剑气泵射 这让人震惊 最起码是太古年前的一战 如今道泽秩序还没有彻底消散 让人瞠目 这是一位大圣 不知是何种族绝世强大 当年可能窥探到了准地的门槛 不然尸体不会长存至今 这么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他体内的精气竟然未散尽 显然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物 修有一种秘法 将撕裂的躯体粘合 且密封住了一身的精血 最起码上百万过去了 虽有精华流逝 但是其血精依然强过诸圣 堪比圣王巅峰 发达了 这样一条手臂 其血液霸道无边 惊奇在圣王巅峰 足够我等提炼鼓血了 龙马黑暗圣人等大教一个个无比激动 十二圣者走上了同样一条路 淬炼自身精血 或向真龙或向各自的鼓祖进化 这对于他们来说是福泽于大造化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 雷劫不断 一条树以千丈长的巨大手臂 蕴含了太多的精血 据推测可能是神魔一种 十二圣者得到莫大的好处 这只是一个插曲 他们正式进入了神话古路 在这片枯寂的宇宙中探索 寻神话时代九重关 搜生命古术 可是宇宙太广阔了 他们这样寻找 像是几粒沉在汉海中飘动 根本就难以遍寻整片古域 除非古之大地复生 不然个人相对于星域来说 实在是太渺小了 这是一片枯寂的世界 自始至终 不要说是生命古术等 就是桑谷 底师 圣灵 石金兽 神族等无影无踪了 有大批的修士投靠他们 也都不见影迹 叶凡有些不平静了 唯恐生变 他们来到神话古域 已经几个月了 可是却连一只活物 都没有见到过 一座巨碑 送入宇宙中 竟然这般巨大 就在这一日 他们终于有了惊人的发现 在星空前方有一座巨大的石碑 简直不能用壮阔来形容了 不是十丈 百丈 千丈 而是数以万里高 他比得上一颗古星尘 甚至比很多行星都巨大 耸立在那里 像是一个戒碑 壮阔而古朴 在上面有一些古字 即便万古过去了 依然有一种大道古运 让人共鸣 这是一块戒碑 上面有郑重警告 前方是神话古猎区 有诸多可怕的生物出没 一旦踏过戒 可能会有杀身恶难 叶凡盯着戒碑上的古字字语 什么太古神文 我明白了 确切地说 应该是神话时代的古文字 简称神文 他们踏入了这片古域 顿时感觉到异常的气氛 不再那么的枯迹 竟有丝丝缕缕的生命波动 磅礴振奋 不会吧 难道有一颗生命古形 然而 当前行一段距离后 他们神色骤变 的确有生命波动 可哪里是什么古形 是一些断臂残肢 还有大片的血迹 这里发生过一场屠杀 有大量的修士被灭 且时间不会太远 应该就是最近半个月内发生的 黄金狮子心有疑惑 这么漫长的岁月过去了 神话狩猎区还有生物 它们是什么东西 难道平日就在星空中冲没吗 小心一点 这片古猎区真的很诡异 其具有强大的生灵 也许感应到了我们的到来 来了 这种东西闻到了我们的血气味道 黑熊圣者大叫 提醒众人 就在他那个方位 一道荧光飞快冲来 像是一条蟒蛇 又像是一条大白沙 撕碎于宙 留下一道赤声的白光冲了过来 他张开血盆大口 露出一嘴雪白的牙齿 根根如利剑 都长达一米以上 森寒的圣人 这竟然是一头四鱼四蟒的生物 浑身都是银白的鳞片 闪烁光滑 长达十几丈 血腥气味淘甜 碰的一声 磅礴出手 一巴掌就将此物排裂了 血肉模糊一片 但是他很快就变色 远处密密麻麻 荧光闪闪 一群可怕的鱼蟒冲来 叶凡皱眉 隐约间觉得有些不安 真是诡异 这里是无草无木的星空 怎么会有这样一群 强大的生灵出没 还真不愧是神话古猎区 这好比是一群食人鱼 一个不算什么 但是这么多 时间长了 绝对可以造成一定的威胁 我们走 他们离开此地 化成几道光冲向远方 后面铺天盖地 银色鳞片密布 淹没了星空 追向他们 半个月后 磅礴黑熊圣者 天蝎等诅咒连连 那种银色的生灵 真的算是最为温顺的了 他们在古猎区深处 见到了更加可怕的生物 每日都要搏杀 近半个月来 他们一行人最起码 与数十种强横的 古生物对决过了 相对而言 此前的银色鱼不算什么 叶凡提醒 小心 几头恶杀出现了 几头庞然大悟 一个个长相争宁 浑身青筋铃甲三森 血气滔天 生有恶鱼的身子 长有鲨鱼的头颅 密布林片寒光闪烁 这几头格外强大 到了圣王境 且比叶凡他们 高了几个小境界 叶凡他们无惧 但是也不敢大意 这个地方不能见血腥 只要杀了一头生灵 这种血腥味道 必然引来诸多古兽 庞博疑惑 不对啊 这就是一片干枯的星雨 没有生命古星 这里的生物是怎么生存的 来自哪里 先离开这里再说吧 叶凡说道 在神化古猎区 最好的选择就是 避免杀戮 不然引动出来的古生物 会越发的恐怖 有一次 他们都感觉到了 大盛的契机 那是这片古域的王 真要撞上 肯定会有大麻烦 轰隆一声 远处 几头黑色生物出现 每一头都长达两千丈 行似虎精 但却披着乌光闪烁的鳞片 杀气更浓烈 庞博诅 妈的 我们进入一片海域了 还是来到宇宙中 八九日后 他们深入的更远了 不时见到古生物 大战不戳 且就在此刻 听到喊沙震天 他们发现了大批修士 正在与各种兽类激战 鲜血飞剑 惨叫连连 这是一场大混战 各种古兽出没 历头生距龙躯 头部似虎沙的古圣王 浑身散发乌光 血洗一方 斩杀了诸多强者 死者都是从黄金城 进入神话古域的修士 彭博大笑 血兽 这个家伙遇上了狠茶子 在背头天王级的鱼蟒追杀 远处 年轻至尊中的血兽 遇上了大麻烦 有一头圣王巅峰 快要成为大城的银色鱼蟒 长达五千丈 追杀也不停 叶凡眼神犀利 帝师也在 背头玄规给挡住了 无法走脱 一头玄武跟小山板 在黑色的硬壳上 有一道道凹槽 像是八卦般 照出一缕缕神芒 其道横深不可测 差点将帝师给定住了 两者激烈争风 连帝师那般强大 也只是占了个势均力敌 根本杀不了玄武 神作也到了 龙马说道 盯住了另一个方向 在那里 新兰浑身发光 血战诸多古兽 在其脚下到处都是尸体 七燕的血花 将其衬托得更加超凡 弱神临世间 呼咙一声 叶凡他们也遭受了撑击 临近这片战场 不可避免的成为了功法对象 一头大蟒跟山岳那般粗 丝丝的吐着信子 缠绕在一块巨大陨星上 俯视着他们 气息恐怖 绝对也是圣王中的佼佼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下转